这绝对是皮克最狼狈的一次 身为恐龙时代的霸掌 如今却被一个人类吓得落荒而逃 可就在刚刚 杰克还被皮克打得像条死狗 然而就在皮克打算吃掉杰克的时候 突然他却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皮克并没有吃掉杰克 而是默默地回到了围栏边坐下 看来就连原始人也不喜欢吃激素肉 然而皮克的行为却令任牙等人十分不解 明明杰克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 为什么皮克还要选择后度 好奇心驱使德川来到杰克的目击 可正当他打算用手去触碰杰克的身体时 必变突生 德川被当场吓尿了 好在他的个子矮要不然直接原地升天 看着中指交叉的杰克刃牙感觉一阵后怕 如果刚刚是皮克触碰杰克的话 那么杰克的两根中指会瞬间贯穿皮克的双耳 轻而易举的便可以将对方的脊髓神经切断 到那时两人的结果就会当场繁却 虽然杰克最终输给了皮克 但他还是摆出了史上最强的手势 很快杰克就被送往了医院 在神医红叶的及时救治下 杰克可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但德川不明白 为什么杰克会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还能做出有效的攻击动作 见此神医红叶向德川讲述了一个故事 据说在战争时期 一个被俘虏的士兵曾和敌国打斗 如果他被斩首后 还可以抱着脑袋向前走 那么敌国就要放了其他被俘虏的士兵 起初敌国的士兵只是把他的话当成一句玩笑 可没想到他被斩首后 真的抱着自己的脑袋跑了出去 而犯马杰克能做出这种事情也不稀奇 将变强视为一切目标的他 早就把这种作战状态 刻进了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了 而另一边 刚刚苏醒过来的杰克就再次找到皮克 他对自己在比赛中途离开表示道歉 可下一秒 在被杰克的钢腿五连击之后 皮克是真的害怕了 甚至开始慌不择路地逃跑 此时的杰克在皮克的眼里就相当于鬼红一样 杰克追着皮克一路跑到了街上 终于在逃跑了两分半后 皮克忍不了了 内心的骄傲之火重新被点灭 一天之内被同一人打败两次 杰克也真是够惨的了 很快杰克就再次醒来 可他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 就是冲出并防想和皮克继续战斗 可任牙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任牙十分理解此时杰克的心情 但是一切都结束了 原来皮克第二次将杰克打晕后 并没有选择吃掉他 而是小心翼翼地将他扛上楼顶 然后用绳子将他像风干腊肉一样保存了钱 也就是说皮克压根就没把杰克当成对手 而是一顿丰盛的大胆 听到这话的杰克彻底绷不住 与此同时 永次郎来到德川家里喝茶 如今皮克已经打败了全熊烈海王 领悟了终极音速权的克斯也是惨 就连科技战士杰克也被做成了腊肉 德川不认为任牙的实力能够打到皮克 但永次郎却表示他忽略了一种 那就是任牙体内流淌的他的范满秩序 虽然杰克也是他的女 但是显然杰克的纯度还是太低了 德川不禁胆叹永次郎你还真是双标 可突然永次郎暴露 无论任牙和皮克谁获得胜 永次郎都会将他们无情地吃掉 而此时任牙已经来到了地下格斗竞技场 他要在这里守着皮克 就在这时 科学家送来了解冻好的大王龙肉 皮克见此当即兴奋地开始吃了起来 还顺便递给了任牙一块 任牙也不客气 结果肉排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两人吃饱喝足后 任牙突然想到了一个 那就是吃饱后的皮克还会想和他战斗 但很快任牙就想到了解决的问题 只见他缓缓地来到皮克的面前 然后用手掌在皮克的脸上轻轻拍了一下 可就是这么不通不养的一下 彻底地激怒了皮克 两人的大战也一触一触